今天关系型数据库已经无处不在 无论是金融交易、电子商务还是社交媒体 SEIKO都是数据存取的通用语言 我们熟悉的Oracle、MySEIKO、Postgres、SEIKO Server等系统 支撑着全球绝大多数关键业务 这种表格与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一开始就存在的 它源自1970年IBM研究员爱德加·科德 在论文大型共享数据库关系数据模型中提出的关系模型 这一思想为数据库的发展开启了新的方向 要理解它的意义我们需要回到更早的年代 看看在数据库出现之前数据是如何被存储和组织的 大家好我是Roy 欢迎来到数据库发展史系列的第一集 本集我们将从早期的存储介质讲起 介绍层次模型和网组模型的出现 并聊一聊它们在关系模型之前所发挥的作用 在关系模型出现之前 数据的形态取决于存储介质 不同的硬件不仅决定了存储容量 也限定了数据库的设计方式 20世纪中叶最常见的数据载体是打空卡 每张卡片固定80列 每列用打孔表示一个字符 总共能存储80个字符 当时打空卡不仅用来存储数据 代码也是写在打空卡上的 丢掉一张卡片就等于丢了一行代码 它的缺点非常明显 容量有限只能顺序处理 无法随机访问 操作缓慢 输入修改查找 全都依赖人工 只知容易损坏 一张出错就可能影响全局 数据量一大就需要成堆的卡片 占据大量空间 有点类似今天的搭体卡 只不过一个靠打孔 一个用二笔铅笔写 磁骨是1940年代后期 出现的一种电子存储设备 它的外形是一个金属圆柱 表面覆盖磁性材料 通过旋转来读写数据 读写头固定在骨的表面 不同位置被磁化来表示信息 最早的磁骨原型是由奥地利工程师 古斯塔夫·陶舍克 在1932年发明 容量大约50万位 相当于今天的62KB 它的优点是支持随机访问 比打空卡和磁带更灵活 但缺点同样明显 体积大成本高 存储密度低 读写速度受限于物理旋转 扩展性不足 在1950年代 磁骨常用于早期计算机的 主存或辅助存储 但随着磁带和磁盘的出现 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磁带在1950年代 成为主流的存储戒指 它采用塑料袋作为载体 表面覆盖磁性材料 数据顺序写入 外形类似录音带 但作为计算机数据存储 它的优点是容量大 成本低 在当时一盘磁带可以存储百万支付 远远超过打工卡和持股 非常适合批量作业 和大规模顺序数据处理 但磁带只能顺序访问 不支持随机读取 要查找一条数据 必须从头开始一次扫描 效率很低 机械读血的延迟也比较明显 而且磁带阶子容易磨损 需要定期更换 在1960年代 磁带被广泛用于批处理 硅档和备份 但随着在线事物处理的需求增长 磁带逐渐被磁盘取代 磁盘在1956年 随IBM305ROMAC首次出现 它有50张直径 约24英寸的金属盘片叠加二层 表面覆盖磁性材料 盘片高速旋转 毒血头悬浮在盘片表面 可以直接定位到任意散去 和磁带不同 磁盘支持随机访问 这意味着不必顺序扫描 可以直接跳转到目标数据 访问效率大幅提升 ROMAC的总容量是5兆 在今年可来微不足道 但在当时已经足以取代 成千上万张打空卡 当然早期磁盘也有局限 平均寻到时间接近一秒 转速约1200转每分钟 体积相当于两台冰箱 重量接近一吨 但相比磁带 它依然是一次革命性的进步 磁盘的出现 彻底改变了数据存储方式 它不仅取代了打空卡和磁带 也为数据库系统的出现 奠定了硬件基础 1960年代 美国正在推进阿波罗登月计划 仅仅土星5号火箭 就需要管理数百万个零件和材料 系统既要快速访问 又要安全可靠 传统的文件系统 已经无法满足这样的需求 这项任务交给了IBM 1966年IBM开发了IMS 全称是Information Management System 它采用了层次型数据模型 可以把它类比为计算机的文件系统 文件夹里可以放文件 也可以放子文件 层层前倒就形成了一棵树 层次数据库的结构 同样是一棵树 最上面是根节点 下面分出子节点 负节点可以有多个子节点 但子节点只能隶属于一个负节点 每个节点保存一条记录 记录由字段组成 类似表格中的一行 IMS的实现依赖物理指针 磁盘上的记录 会被保存在子节点的地址 在查询时 必须沿着指针组成便利 这种固定路径的方式 使访问速度非常快 然而它的局限同样明显 父子关系过于僵化 难以表达多对多关联 跨分支的查询十分复杂 必须租称导航 相同的数据可能出现在不同分支 导致冗余和更新异常 一旦层次结构调整 应用程序也需要随之修改 维护成本极高 尽管如此 IMS在银行保险电信等行业 依然长期运行 但在新的系统设计中 它几乎已经不再被采用 与此同时 另一种思路 网状数据库 也在同一时期进入了实际应用 1960年代 另一类重要的数据库 是网状数据库 它的代表性实现是IDS系统 网状数据库的核心思想 是通过指针网络来连接数据 记录之间不仅能一对多 还可以直接形成多对多的关系 从结构上看 它更像是一张有像图 在这种模型中 数据由记录类型和集合类型组成 一个集合包含一个owner和多个member 而同一条记录 也可以同时隶属于多个集合 在使用方式上 网状数据库依赖导航式查询 程序必须从一个已知的起点出发 对于后来的关系数据库形成了鲜明对比 关系模型使用声明式语言表达 我要什么数据 而在网状模型中 程序员必须写清楚怎么找到它 这种将逻辑和物理存储 强偶火的方式灵活性不足 一旦结构发生变化 应用也得随之修改 网状数据库的优势 在于能够自身更复杂的关系 并在当时展现出良好的性能 然而这种优势并不足以掩盖 它在灵活性和维护上的局限 所以在20世纪六七四年代 网状数据库虽然一度被广泛使用 特别是银行电信和制造业 但随着关系模型的提出和普及 它的优势很快不再明显 在这段历史中 查尔斯·巴赫曼发挥了关键作用 他不仅推动了数据库的标准化 还首次提出了数据独立性的思想 凭借这些贡献 他在1973年获得图领奖 成为数据库领域的首位得主 1970年 数据库发展迎来了关键性的转折 IBM研究员艾德加·科德在论文大型共享数据库的 关系数据模型中正式提出了关系模型 它的核心思想是用表格来表示数据 用关系来连接表格 在这种模型中 数据以二维表的形式出现 每一行代表一条记录 每一列对应一个字段 不同的表格之间通过组件和外件建立联系 用户无需关心底层的存储方式 只需关注数据之间的逻辑关系 这与层次模型和网状模型有着根本的不同 前两者依赖指针和路径 访问数据必须明确写出导航的过程 而关系模型引入了声明式查询语言 用户只需写明要什么数据 而不必关系怎么找到它 这种方式大大提升了灵活性 逻辑与物理实线分离 应用不再依赖底层存储 数据容易得到控制 更新和维护更加一致 借助Seql查询可以清晰速写 开发效率显著提升 然而在最初 关系模型并未得到广泛认可 当时IBM依赖IMS获得巨大的商业成功 不愿轻易转向 科德的理论一度停留在论文阶段 甚至在IBM内部也受到阻力 直到1970年代后期 随着研究和实验系统的出现 关系模型才逐渐被认可 1973年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启动了Ingress项目 它就是Postgres的前身 一年后 IBM推出System R 用来验证关系模型 并在其中设计了Seql语言 后来成为关系数据库的事实标准 1977年 有个叫拉里·埃里森的年轻人 受到科德论文的启发 看到了其中的商机 它和同时共同出资2000美元 成立了一家公司 这就是后来的Oracle 关系模型 让数据库真正走向主流 并开启了工业化的进程 下一集 我们将走进它的黄金时代 我是Roy 我们下期视频见